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刘德华张国荣演绎上海滩兄弟情的故事 19世纪30年代,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 东北沦陷,大批在北方的抗日制式被迫逃亡避险 在一艘从北方开往上海的军轮上 日本女特务正在审讯一批中国台湾同谋会战士 他们是在东北抵御外敌的英雄 为了不让组织名单泄露 大家致死保卫名单携带者许文强 而许文强英勇善战,巧妙脱险跳海逃生 转眼到了上海,这是当时国家最为繁华的城市 但是此时的上海鱼龙混杂 想在上海讨生活,随时都有可能横尸街头 丁丽是上海黑帮组织的一个小头目 带着一群弱势群体在黑帮手底下艰难营生 但是丁丽天生乐观,有理想有报复 一心想在上海打拼出一番天地 丁丽很喜欢上海大亨冯静瑶的女儿冯澄澄 那是她亲目的女子,也是她在上海奋斗的目标 是好,虽然冯澄澄对丁丽有些好感 但并无耳女私情的想法 没想到丁丽刚给冯澄澄送完情书 澄澄便遭黑道追杀 丁丽见状奋不顾身救下澄澄 这是冯静瑶的对手戎哥在下杀手 而丁丽因为解救澄澄得到冯静瑶的赏识 话说当日许文强跳海逃生,漂流到上海滩 恰巧被丁丽救下 而室友凑巧,丁丽所住的难民楼发生火灾 许文强不顾生命危险,救下丁丽母亲 由此二人成了患难之交 丁丽许下宏愿 她在上海他拥有的一切都将会和许文强分享 可是许文强留在上海 目标仅仅是追查那艘船上的日本女特务 她要为同志报仇血恨 她告诉丁丽自己仅仅是个过客 办完事就会离开 因为身份的关系 许文强从未跟丁丽说过自己的身世 因为解救冯澄澄,丁丽彻底得罪了荣哥 而丁丽讨生活的地方还是荣哥的势力范围 明面上算是荣哥手下的马仔 这次荣哥传唤丁丽茶楼一续 丁丽很清楚,荣哥只是要跟他算账 但是不去也不行 所以丁丽和许文强兄弟共同附会 当然他们也有所准备 外围有小弟在墙外准备了枪支 茶楼之上果然凶险异常 荣哥以赌局的方式狂虐丁丽 许文强见丁丽威胁马上反抗 通过激烈的打斗 以及让对手猝不及防地拿到枪支 许文强两兄弟逐渐扭转局势 两人都是非常彪悍的战士 很快就打垮了荣哥的手下 并且了结了荣哥的性命 因为解决了荣哥 丁丽获得冯静瑶的支持 荣哥虽然死了 但他们的组织在上海仍然有着极大的实力 现在丁丽有冯静瑶的支持 他开始开疆阔土 他逐步消灭荣哥的势力 逐渐成长为上海大亨 在打拼事业的同时 丁丽从未忘记过对荣丞的思念 甚至亲自上冯家提亲 可丁丽发现 一向沉稳的许文强居然在家和冯成成约会 而许文强显然不知道这个女人 就是丁丽口中的冯成成 许文强曾经在火车上邂逅并帮助过冯成成 之后来到上海因为查日本女特工 在此过程中 成成巧遇许文强 于是一路追随而去 而许文强抵达旗袍店后才发现 自己中了特务的陷阱 此时正有大批日本特工围堵他 当许文强准备激战时 却发现成成出现在这里 于是他不得不一边保护成成 一边和日本特务激战 在枪林弹雨中 两人度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时光 因为成成丁丽和许文强的关系 变得非常尴尬 但是昔日是兄弟 就算有过节 他们也都不愿意成为仇人 事已至此 成成只能带着许文强去拜见父亲 当许文强看到冯静尧时才知道 出卖同盟会的汉奸就是冯静尧 而冯静尧听到许文强这个名字时 知道这是他必须除掉的人 所以他只走成成 然后就对许文强展开攻击 当然许文强此时同样要杀冯静尧复仇 双方互斗打了个平手 此时成成听到枪声 前来阻止父亲 没想到许文强见此空档 直接杀了冯静尧 而成成为了保护父亲 打伤了许文强 两个最爱的人生死相争 最受伤的则是成成 与此同时 丁丽在冯静尧的安排下去见日本女特务 而冯静尧的意思是让丁丽有去无回 虽然女特务彪悍 还有两条蟒蛇助阵 但是丁丽毅力惊人 最后凭借果敢的反抗 成功杀死日本女特务逃出生天 此次一役让丁丽跟冯家结下大仇 但是现在冯静尧已死 冯家大乱 于是冯家人请丁丽放下恩怨 出来为他们主持大局 而现在的丁丽是上海最大江湖领袖 为了上海江湖太平 他愿意放弃个人恩怨来带领群雄 但是丁丽发话 许文强的命是他的 谁都不能杀 此时许文强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也不愿意回台湾 他只想了却这段上海情 于是他担刀附会找到丁丽 其实无论是丁丽 还是昔日丁丽手下的那些兄弟 谁都不愿意看到许文强死 所有人都认可强哥 但是江湖大盗在此 丁丽也不能藏私 许文强为了不让丁丽难做 主动对着他放空墙 而丁丽则实弹还击 许文强身受重伤 这一战后 丁丽马上对外宣称 他已经杀死许文强 暗地让手下带许文强外出医治 而正当丁丽打算去跟冯家人 解释许文强的死讯时 不知情的同盟会战友 却只身前来为被杀的许文强复仇 毫无防备的丁丽被杀身亡 而许文强则已经被兄弟们 带到了安全地带 只需要医治 想必可以康复 这是一段恩怨情仇 难分难解的故事 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 爱情友情可能都是一种